都说男人喜欢女人和机甲 可当这两样融为一体的时候 阁下又当如何应对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 火星上已经被人类建满了繁华都市 同时科技的力量也创造出了人造人涅安 他们不但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情和外貌 甚至比人类的体能更好 但他们的地位却极其低下 只能被当作劳动力使唤者 只因他们每天都需要注射一种名为涅克托的药剂 只要有一天没有注射便会瘫痪死鸡 然后便会被当作废品一样回收 而且因为涅克托在黑市的价格昂贵 时常会有人类偷走人造人的涅克托去贩卖 可哪怕明知道是人类偷的 因为身体里被输入无法攻击人类的代码 也只能苦苦哀求最后隐恨西北 可当人权和社会地位差异过大的时候 世界从来不缺乏反抗 因此这个社会滋生出了反抗组织 我们的女主路珠也是名人造人 但不同的是她归属于政府这边 暗中执行着特殊任务 她装作助理潜伏在名为沙拉的女歌手身边 因为搭档怀疑她便是反抗组织的一员 可天然呆的露珠却始终没发现沙拉身上有注射孔 于是她信心满满地和搭档说沙拉不是人造人 更不可能是反抗组织的人 然而打脸却来得异常地快 搭档操控的小鸟当晚便拍到了绝对的证据 因为不想被人发现真实身份的沙拉 正一个人偷偷注射着涅克托 可也就在这时 四周的电力系统莫名地陷入瘫痪 黑暗包围了这里 沙拉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机甲 看着机甲不怀好意的样子 沙拉生出了逃跑的念头 可结果没走两步又被拦住 好在这时四周的保镖举枪赶来 可就算是如此 机器人明明也有下手的机会 可她最后还是选择一跃消失在黑暗中 目睹整个过程的搭档选择偷偷跟上去 结果机器小鸟直接脑袋开花 第二天根据搭档的请求 露珠和搭档在一家中餐厅碰头 两人还是第一次碰面 露珠没想到原来操控小鸟的是一个白毛妹子 纸美做完自我介绍后 便开门见山将昨晚看到的情报告知露珠 她怀疑沙拉便是不朽九人之一的炼狱贝欧拉 纸美的直觉是对的 因为沙拉在今天收到了一束鲜花 鲜花上有着一张没有署名的卡片 只是背后的小丑图案让她知道是谁 这是她组织内的联络人小丑 原来沙拉想要惊喷洗手脱离组织好好当个歌手 于是她不惜奉献自己的身体接近负伤 从那里得到涅克托的情报交给组织 然后组织再从中掠夺 只是没想到被一个红色机甲截胡 组织怀疑沙拉是间谍 但小丑那晚破坏掉小鸟 她明白沙拉也是受害者 文言沙拉明白是自己这边出问题了 她想到最近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只有刚捡回来的露珠 为了能和组织彻底断绝 她在路上找到露珠 将她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其实沙拉很喜欢也很照顾露珠 不然也不会将她捡回来 但为了自己的自由她必须除掉对方 可就在两人要动手时 来人正是那位小丑 因为她有擬太的能力 那晚袭击沙拉的其实是她 目的便是为了让沙拉警惕拉出幕后黑手 不过貌似小丑猜错了 就在沙拉因为小丑波及无辜不满时 露珠掉落的地方猛地爆发出红色光芒 一个红色机甲直接冲天而起 原来露珠真的是那名元凶 打断露珠的攻击后 小丑并不打算反击 既然沙拉想要和组织一刀两断 那就自己动手除掉这个祸害 说完她便直接离开战场 而这时沙拉头上也亮起了光芒 她换上了属于炼狱拜欧拉的战斗机甲 大战一触即发 只是交手还没有两下 露珠便被对方轰到了墙上 一时间露珠只能选择防御躲避 但沙拉并不知道一旁还有个老六 在偷偷分析着她的机甲数据 经过露珠硬抗多下攻击 执美也分析出沙拉是用离子加速脱离手腕 然后利用手腕上的高周波振动刀刃攻击 于是在危机关头 执美直接传送给露珠一把对应的武器 让她得以摆脱窘境得以反击 沙拉从双肩喷射出巨量火焰 质问露珠自己只是想要活着唱歌得到幸福而已 又有什么错 然而此刻外甲都要融化的露珠 哪管你活不活 她自己得先活下来再说 这终结束是终结束 这终结束是终结束 陆珠并没有回答什么 只是直接转身离开 她的情感似乎很是淡薄 眼前这个少女绝对是男人们的梦中情人 只因她不单单是身材交好的妙龄少女 同时还是帅气逼人的红色战甲 至柔至刚 谁能不爱 陆珠和直美正在执行着特殊任务 他们在打败沙拉取走星星球后 便火急火燎地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而他们选择的交通工具便是巴士 这辆巴士上除了陆珠两人外 还有一个老奶奶带着两孙子 一对带着人造人聂安仆从的夫妻 以及一个女性记者和男性业务员 让直美比较在意的是 身后那个男性看不出身份是什么 此时这对兄妹正在互相抢着照相机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直美故意告诉他们外面的武器残骸是战舰 原来火星曾是宇宙大战时的最终防线 在很久很久之前 有群来自银河彼端的外星人 因为他们态度友好人类将他们称为来访者 但在那之后又有别的外星人也来到了这里 后面来的外星人极其凶悍地对人类发起战争 于是人类将他们称为篡夺者 而现在残破的这些战舰 便曾是和篡夺者日以基业战斗的武器 人类为了能对抗篡夺者 在那段时间开发了许多武器 然而根据直美的了解 当时最强的武器并非这些战舰大炮 而是人造人聂安 他们在战争中似乎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 可不管曾经在战场多厉害的聂安 现在也不过是眼前这对夫妻的仆丛而已 直美的这些知识含量 引起了身后记者的注意 好奇他们两人是做什么的 天然呆的陆珠耿直地说在追杀坏人 好在直美赶紧打断对话 根据交谈直美得知记者名叫吉尔 他在调查聂安在如今这个社会的存在意义 似乎有很多聂安遭遇歧视 之后为了让两个小屁孩消停会 直美让陆珠带他们去露台拍照 自己则询问起了那位男人的职业 本来车内是一片和谐的场景 然而这时陆珠却发现了不对劲 远处有佣兵的专用车往这边行驶过来 陆珠明白那些人是冲着他们来的 可指挥自动驾驶的司机却全然不知 很快巴士便吃了一击炮弹 虽然并没有真的击中车身 但也成功将巴士逼停 佣兵们很快便包夹了上来 他们直言只要将陆珠交出来便放其他人离开 不过经验老道的老奶奶明白那些人不会放人的 于是他们找上了司机要求尽快开走 哪想这司机摸鱼太久了 都忘了手动怎么开车了 而这个时候佣兵已经上了巴士 三分三秒で 二分九十秒 ここらえた 阿ザース 在众人合力协作下 巴士成功从包围圈冲了出来 原来老奶奶年轻时是个车手 江湖上人称音速贵妇 不但如此 那位玩弄身体的男人原来也是名医生 现在看来这车的游客都是人才 之后为了躲避佣兵们的追捕 老奶奶将车开进了森林 晚上十分车动不了了 经过司机检查才发现是电缆坏了 好在这里曾是战争的军事基地 直美直言自己有办法弄到电缆 陆珠也想和直美过去看看 结果却被直美要求看家 之后其他旅客都在车上休息 小妹妹和陆珠却跑出去拍照 他们来到了一个战争机器前 突然冒出来的男人介绍道 这是篡夺者的战争武器 俗称气缸头 长发男直言只要不启动他就没事 他貌似是来这一带调查战场遗址的 对于这些武器有一定的了解 照理来说有他看着应该没事 然而熊孩子的力量是无敌的 小妹妹因为好奇滑动了一下机器 结果导致这些战争机器启动 本来这样其实问题也不大 因为只要站着不动 他们很快又会关机 然而小妹妹却又按下了快门 这下真是神仙来了也阻止不了 三人很快选择了逃跑 但气缸头已经盯上了他们 可拿想这时候佣兵又追上来了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等佣兵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了气缸头的目标 气缸头只是随便一发光束 佣兵的坦克车便瞬间爆炸开来 他们还想反击 奈何他们的伤害在气缸头的外壳下 就是在挠痒痒 眼见这气缸头战力如此强悍 陆珠也明白自己不能再装了 而在巴士这边 车早就修好了 只是拿回电缸的纸美一直找不到露珠 本以为是两人回来了 结果却出现了个新面孔 长发男没时间解释原由 毕竟其中一只气缸头已经跟了上来 就在这危机时刻 那位仆从聂安直接抓向了气缸头的脚 让他失去平衡争取到了巴士车逃跑的时机 一旁的陆珠也想出手阻止气缸头追车 可就算是陆珠的攻击也打不爆他们的铁头 在老奶奶的极限速度下 他们很快开出了森林 可这玩意毕竟是战争机器 行驶速度极快始终是甩不掉 趴在其中一只脑袋上的陆珠再次发起攻击 结果攻击依旧被弹开 反而是气缸头一发激光 陆珠只能连忙躲避 可也正是这一躲避露出了破绽 导致陆珠被气缸头抓住 气缸头抓住陆珠后便选择直接上墙追车 这下陆珠终于忍不了 他使出全身力气将机械手臂撑开 利用惯性撞向另一只机械手 从而将其撕裂 见此气缸头又准备故技重施抓住陆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